Hello 大家好 現在帶你們去到荃灣一間樓上的分店 我今次是想看看燕窩 剛好去到大減價 每一個瓶那邊都連著一個減價 減百多元或者幾百元的 就視乎不同的燕窩 但我平時吃的也不會選擇很貴 但我又不會買燕窩 而且它的價錢分開零售和批發 今次我看中了這隻燕盞條 吃下去的口感和蛋白味就越香 這個自用咖啡 要留意為何叫自用咖啡 可能顏色沒那麼漂亮 毛多一點所以叫自用咖啡 另一個咖啡就是燕盞條 燕盞條就是那隻 985元那隻 那這個呢 這是燕盞條自用咖啡 在那個咖啡裡面選出來 可以看一看的有什麼分店 可以看一看的 是燕盞條自用咖啡 所以這隻燕盞條自用咖啡 好像白色 即是沒有那麼多毛 實質沒有那麼多 這個如果折實就多少錢 一斤是 一斤是 915-126 一斤75折是591 這個就是9456 這個9456 590多元一兩 剛才那個就是550多元一兩 這個864-9456 就是佔592元一間 你們那個水份其實是不是應該一樣 我們標準乾度 標準乾度 沒錯 只是它好像有點白一點 因為始終它是天然的 我們沒有任何的漂白 好 所以我們會分成自用吸和正一盒 我愛自用吸 一斤 一斤 對一斤 所以在香港吃還是女吃 我自己吃 在香港吃 一個內型不可以但不關 另外呢 我通常是二兩一盒 可以啊 你分錢 有沒有一兩一盒這樣裝 然後我會放在冰箱裡 0至4度那一格 在吃的時候才開 變成我平時的燕窩買一斤 其實可以吃到幾年 一斤 那現在它就把燕窩拿出來 其實它這隻呢 就好像是燕盞 即是碎了一些 這樣 好啊 因為我做了這麼多年都沒有聽過 半斤 對 只不過 半斤是折扣少一點的 但批法隔我們一直都叫一斤 才為止批法隔 嗯 好 小姐爸爸幫我看看 看到了 接著呢 我會每一盒 就叫它幫我四邊封口 你放在雪櫃裡 就可以傳氣 盡量不要影響它的品質 那我今次呢 就用回我自己用剩的一盒 那我就秤過了 有七千的 那是燕窩 那蓮子就一兩半 那另外一串背 磨成粉 用了一茶匙 那還有果皮 兩角 還有冰糖 那這盒燕窩呢 就你見到它的包裝 就看到 其實都應該幾年前買的了 那其實燕窩呢 就對我們身體是很有益處的 那它可以增強我們的免疫力 也是滋陰 尤其是對肺 肺虛呢 是很有幫助的 那咳嗽啊那些 也是很有幫助的 那還有呢 就是病後初遇的人呢 是很適合吃燕窩的 那還有呢 它也很保老的 那所以呢 就對於老人家 就是延緩他們的努力的退化 那還有小朋友 也可以增加他們的智力 那果皮呢 就浸水了 那蓮子也是浸水 那這隻是村貝粉來的 我叫磨成粉 那就放在這個瓶裡 然後呢 就 會放在雪櫃的 那到用的時候 我就會拿出來 那這次呢 就一茶 一茶匙 一茶匙 那呢 就用冷水 就將它開水 那就不要用熱水 如果不然呢 它就會一塊塊了 那還有村貝呢 是有少少苦味的 那這些材料浸了8個小時之後 我們就可以拿出來清洗的了 那這些燕窩呢 你看它是發大了很多倍的 那現在的燕窩呢 都很乾淨的 那就很少有毛啊 那些要洗的了 跟以前那些比較就不同了 那所以呢 我也是洗一次或兩次就已經OK了 那通常就是換過第二盆水 那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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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接著呢 就會把燕窩放進椅子裡 那其實呢 我自己呢 就是親身經驗來的 那就是 我會知道燕窩呢 真的能夠加強我們的體質 因為我那個小朋友呢 我其中有個小朋友呢 他小時候呢 就經常咳 那他那個咳的狀況呢 就是 他咳 接著我看醫生 就吃西藥 那他就止了咳 那接著呢 但是 他可能過了一個多星期啊 他又會再咳 那 那 你吃藥他就止了 但是你不吃藥呢 他不久他又會咳 那其實呢 就是身體比較虛弱 或者一個肺比較弱呢 那個 症狀 那 那我那時候呢 就朋友介紹我 這樣用燕窩來燉 就加村貝啦 加蓮子啦 果皮 那是臨尾的 下冰糖 那我那時候呢 就給我的小朋友吃啦 那 那 開頭就是一個星期 可能有兩三次這樣 那 再久一點呢 就可能一個星期一次 那再隔久一點呢 就可能一個月一次這樣 那其實 我在開頭那時候 燉給他吃呢 就應該就一個星期有兩三次這樣 那接著呢 不知不覺間 我突然間過了兩三個月後呢 我突然間發覺 咦 他兩三個月 都沒有怎麼咳 那跟以前那個分別很大了 因為以前呢 他是 常常咳 總之隔了一會子 沒多幾個星期 他再突然間咳 那我就知道 燉窩的提高 身體的機能能力 是非常高的 那還有他又很溫和 他又不會很燥熱 那所以一家大小也對 那燉焙的時候呢 其實很簡單的 我們就用小火啦 烟窩也是加熱水的燉 燉30分鐘 然後再加冰糖 冰糖的多少就視乎自己的口味 再蓋上它再燉15分鐘 都是用小火燉 因為燉窩其實不可以高溫 會破壞它的蛋白質 或者它有些胺基酸那些的 那我就可以畢出來的 但是我就聽說 如果是患有癌症的人 就不適宜服用的 因為它是可以加速細胞分裂 新陳代謝的 所以如果患有癌症 那有機會都會令到 癌細胞都會加速生長 所以除了患癌的人 或者是有些人是對燕窩有敏感的 都不適合服用 但是其他人是絕對適合 還是一個很好的保健食品 那如果你們喜歡的 就不妨試試吧 那如果喜歡這條影片 就like、share和subscribe我的channel 那在我的影片下面 都有紅色訂閱那個位置 那你按下旁邊的鐘仔 選擇全部 那就訂閱成功了 那是費用全面的 那我下次再見啦 拜拜